主席农委会陈主委,各位相关的主管,各位委员同仁,媒体朋友,各位请陈主委答讯好吗?谢谢。 主委,请。 电文言你好。 主委,你好,主委,我们看到2011年的广西跟台湾的经贸文化合作论坛,马上就要在花莲开幕,大概在24号就要开始,23号到30号。 主委,我在这边就有一些问题要想请教一下这个主委,因为我们看到相关的这些讯息,我们一则一喜,一则一忧。 你可以看到,这个2010年去年,广西新增的台资投资项目57个,同比就增加了39%,合同资金,就是台湾进去的合同资金,就5亿4100万美金。 那么实际到位的,已经3亿9千多美金,增加了60%,那我们也看到在广西,而其中多半是农产品的这个项目,那我们又看到,位在广西南宁,无余的这个广西花卉产业示范基地,那是广西利用外资开发的这个最大的示范基地。 目前有6家台资企业跟这个基地签约,引入的台资就是21亿台币,那国兰这个生产的规模是380万颗一年,380万株了。 蝴蝶兰一年生产,规模是8万多盆,那我们又看到柳州青茅的花卉基地,台湾有4家花卉公司进入, 名贵的兰花当然我们看到,深入了广西人的家庭,那一方面我们看到台湾的这个台资啊,在大陆这个迅速的这个扩张,这是我们所高兴的这个一面。 可是另外一方面啊,我们也看到啊,就是大批的这个台资进入啊,然后到大陆去,那在台湾相对的这个投资就减少了,就业工作的机会啊,也少了,然后生产也少了。 所以我们的相关的这些农产品的这个价格啊,也贵了啊,我们看到今年,广西啊,代表团将会与台湾的渔业,光是渔业这一项啊,去年,这个广西自治区的水产畜牧局,就跟我们的台湾远洋这个捕捞公司啊,签订了远洋渔业的合作协议。 那今年呢,他们准备在征就哪些项目呢?征就海洋捕捞,水产养殖,休闲渔业,渔船修造,水产品深加工,茶叶深加工,休闲农场开发,现代农业创业园开发,还有农业机械化这个领域里面啊,再签订啊,十多项这个具体的这个协议啊,那在这边真的是让我们一折一喜啊,一折一忧。 啊,就是主委啊,我刚才讲得很清楚,很乐于见到啊,我们台商啊,在大陆啊,这个扩江,开江堕土啊,扩展事业啊,那让台湾的这个好的花也可以进入到广西人的家庭去啊,可是另外一方面,相对的在台湾啊,我们的投资啊,就减少了,我们的提供的就业机会就减少了,农村就变得更萧条了,啊,而且因为相对的这些生产减少了,那物价也就贵了,啊,我们等于跟 大陆在抢余货了,啊,现在都是这样,大陆市场也崛起,富人也增加了,那在这一部分,我想请问一下主委啊,你有什么具体的做法呢? 呃,是,跟委员报告,这个,啊,其实委员刚才讲的非常的这个透彻,而且分析的非常对来,真的是一则一席一则一乎一乎啦,啊,对个别农民来讲,增加他们的机会,那他们到大陆去利用当地的土地,啊,跟资源,他有机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公司,那在台湾这种条件就不记住,啊,相对的我们... 啊,相对的我就要问的就是,个别农民发家支付,发展,啊,我们也乐意见到他们在大陆开疆堕土啊,扩展市场,扩展事业啊,可是你是农政的主管机关,台湾,保岛,我们怎么样维持我们各方面的优势,怎么样持续创造就业,争取投资,你可以看到他们现在一批批的来啊,这个昨天是这个安徽,啊,过两天是这个,呃,这个,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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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在这方面招商引资,我们台湾的农产品在就您的了解方面,哪些的项目,或是农村的再造,或者是农村的改建,或者基础设施,哪些方面也可以争取,呃,扩大这个这个入资的,有没有? 是,我跟,跟委员报告,在我们,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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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還是在我們這裡 我們最近才研發出來 現在老實講 我們自己不要騙自己了 現在民間掌握的 關鍵技術比台唐還要多了 這種情形 這個都是在 民間帶穴你有什麼辦法 現在我只要問的就是 你作為農政機關的主管 你怎麼樣更有效的爭取 台灣在這方面的開發 台灣在這方面的利用 台灣在這方面的招商引資 我們如果 跟先進國家競爭在很多領域裡面 我們可能沒有他們的這個資金啊 技術啊 可是如果說 我們能夠擴大這個資金投入 也能夠招商引資 把大陸的這些道引到台灣來 他在那邊就不必自創門戶 另外再別起爐灶了嘛 像你看大陸在挖我們LED的人才 挖什麼的人才 我們在這個領域裡面 持股給大陸的限制很小 那他就不願意 他就自己在那邊自立門戶 把我們的人挖走了 如果在這邊如果說 持股能夠放到20% 能夠放寬 那他就能夠達到這個權益法的效果 會計會計學上的 那他就不會在大陸令起爐灶 那我們就持續藏寶優勢了嘛 而且他只不過是出資金的股東而已嘛 我們就發現在這些招商引資方面 你可以看不只招商引資 我們就指觀光人口來講 2009年2010年 廣西到台灣的 增加了到現在是2萬多人 增加了60% 可是問題是 台灣到大 台灣人到廣西去 一年多少人呢 54萬人吃 54萬人吃 那我們也又不成比例了 2萬多跟50多萬人又不成比例了 對不對 我們要發展光光休閒農業 這個 在這些方面 我就要請教主委 有什麼具體的做法 我們看到這種現象 真的一則一喜一則一憂 喜的是看到台灣人在大陸 陽明立萬 開疆墮土 墮展事業 可是憂的是 台灣的持續的競爭力 農村持續凋敕 人口持續流失 這個投資持續的減少 生產減少 物價高漲 就這樣行 跟委員報告 我們事實上 在最近幾年 也有好多的這個產業 它的這個發展 相當的這個 好 那這個在 像南華我們 比如說台南 南華科技研區 那我們補助台南縣政府 現在啊 像從大陸回來 在我們這個 南華科技研區 來投資生產 也有這樣的 那你現在就要講資金了嘛 兩岸的投資資金 太不成比例了嘛 對 太不成比例了嘛 太不成比例了嘛 對我們去年一年 整體來講 還是有一種 針取入資到台 多少錢 九千多萬 這個美金而已 可是去年一年 台灣去大陸資金 一百二十二億美金 一百多倍 一百多倍 真的 所以說 我說 這個主委 在這些方面 我們一直講說台灣 要發展休閒觀光農業 重點 對不對 那我們就把它變成個觀光島 休閒島 然後研發島 對不對 那在這些領域裡面 我就舉個例子 拿我們台北的後花園來講 陽明山 竹子湖 還有我們的文山 包總查的這些 這些這些區域 一到假日 人滿為患 好山好水 可是結果人滿為患 車子堵塞 然後都沒有辦法變成有效發展 國家公園是控制 處處管制 可是休閒農業要發展 可是人又擠過去 結果就變成 大家去了去受氣 去堵車 在這些方面 主委 我一直在提 說在這些方面 而且大陸人線到台灣也是大批的觀光啊 我們也在發展觀光休閒產業 也是我們重點 那你為什麼不能夠 譬如說台北周遭的區域 你做幾個觀光休閒農業示範園區 各位觀眾朋友報告 台北這個陽明山館園區裡面 我們絕對願意來做 假如說他有地 包括他要這個農民 不是他有地 你要出面來協調啊 不是啊 我們來協調 我們來著急 你也來參加 可以嗎 可以啊可以啊 假如是這個 他國家公園 而且不止地的問題啊 還有其他太多方面 你可以補助獎勵的 你不要講別的 我們看看 我們到彰化 去看了彰化的這個休閒的農園啊 他們的田園的這個 這個相關的餐廳呢 多漂亮 我們臺北市首善之區 我們的這個竹子屋 我們文山 他就不能蓋嘛 對啊 這些都是你應該可以去協調的 他不能蓋 他竟然蓋又進又進不了 尤其是違章建築 鐵皮屋 哇哇 那個這個塑膠棚的那種房子 那麼那麼粗漏 污水下水又又又又又糟糕 又污染環境 那你就要整體的去規劃 進進不了你就要有效的管理嘛 那你就要出面來來輔導嘛 輔導休閒觀光農業嘛 河光縣大批的大陸觀光客也來 我們非常願意 在委員裡 是不是這樣子啊 委員可以請 明天台北農會啊 就有辦一個在我們 這個北投農會在 在我們立法院門口 就有辦一個活動啊 是不是副主委 你不能夠主委不能夠來 你派副主委來可以 可以可以 好吧你至少派副主委來 幫我們這個這個北投的農會 也壯壯聲勢嘛 他們這些農民做的這麼辛苦 可以 我們來 我們會來 跟委員報告我們休閒農業 最近成長的 你可不可以 像那個外國的 來到我們休閒農場 九十 我們九十八年 假如是七萬人次的話 九十九年來 就達到十四萬 跳一倍 十四萬 所以這個 我是台灣的休閒農業 在東南亞他們 把我們當作一個非常 這個休閒農業 很大一部分 七萬跳到十四萬 還是因為台北花博 還是因為花博的 不是 九十九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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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應該積極的發展 對不對 因為台灣光光島休閒島 我們很多的風景 好山好水 可以變成像日本的富良野 這個意大利的 Toskani 法國Provence 是一樣 東南亞 像馬來西亞 你要做總體的規劃 然後可以把農民的生活 這個大幅的提升 把農村的景觀大幅的提升 那你要積極的投入 有有有 包括委員 我們有 現在有 前台灣有七十幾個 很少 主委啊 真的 台北市的部務委員 你提到台北市 真的是 陽明山地區 你請 內政部啊 我們一起來 來努力一下吧 你請內政部啊 他土地 看大家怎麼來協調 我請內政部部長 跟你一起 我們一起來協調一下 可以啊 好 我另外第三個 最後一個問題啊 日本強震 海嘯核電這個危機以後啊 你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啊 積極的農產品食品 強佔日本的市場 甚至認為啊 中國跟日本去年的貿易 總額兩千九百七十七億美金啊 中國是出現六百多億美金的 中國大陸出現六百多億美金的 這個逆差的 現在可能都因為 日本的強震海嘯核電的危機啊 日本 中國的農產品 積極強入日本市場啊 食品強入日本市場 都可能造成啊 這個順逆差打平啊 有這種情形啊 那你給人家的成長有多大 那我想請問一下 日本的強震海嘯核電這個危機以後 對台灣的農業有哪些契機 有哪些機會 你有沒有什麼積極的輔導 是是 我們更為報告 我們這個一些比較耐儲藏的 新鮮的農產品啊 像這個橄欖菜等等啊 我們也透過 以前沒有銷過 我們透過四銷的方式 到日本去 另外有一些這個 他現在啊 生鮮的 我們曾經啊 我們曾經啊 這個主委 我們曾經建議啊 張家軍委員啊 好多委員 我們都建議啊 這個大家也都提出來啊 這個李福星委員也建議啊 說日本的強震 農產品那個是那麼少啊 尤其北方的這些生產的都受到核污染的影響 台灣的農產品這麼好 然後台灣的農產品現在自銷 然後價錢啊 一顆大包心白菜啊 十五塊錢啊 我們農委會 我們可以大量的用平準基金還是用怎麼樣 我們去收購農民的這種非常便宜的農產品 然後我們運到日本去吧 然後一定有人會運到去促銷 積極促銷台灣的優質的農產品 我們也講了一個月了 你做了沒有 有有有有 我們剛才不是做了嗎 做了多少 我們就有這個 先把這個像高麗菜啊 我們就這個 第一時間我們就送過去了 送多少 我們一百多噸就送過去 那他們那邊啊 這個藥的品種 是跟我們盛產的不太一樣 他們的那種比較叫做 那比較硬的 他們現在都沒得吃了 還在乎說什麼藥什麼種 中國大陸的根本都去搶佔它的市場去了 委員我們跟這個進口商啊 出口商都很深切的談過 絕對不是 你要找進口商出口商啊 他就怕你抽亂它的市場 可能就有別的影響 你應該找他們的農民的 這些相關的協進會 一起來合作嘛 這樣可以把我們的這個 農產品基金去推廣嗎 日本的進口的單位 我是覺得我們要看績效看數字 如果這些績效數字都這麼少 象徵性能一點點啊 人家可以把中國大陸跟日本的貿易逆差 過去長期中國是出現逆差的情形 六百多億逆差的 他現在都可以把它追平 那我們在這方面多少 這多努力啊 好 謝謝丁委員 謝謝